《扶貧治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看這個《溝片與大片》 今天原本想繼續講Ethan潤義 但因為想講一個更成中業化的電影 就是《心靈樹》 所以抽空了一集 講一講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有什麼好說呢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這部電影拿了康城的金鐘女像 等於本年度最佳電影 其實大家對這部電影 但它又很奇怪地釀成了一種風氣 大家對這部電影的不可說有種期望 應該說大家都進入了 如果未看這部電影 已經一早預先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已經知道這部電影說什麼 以及整個社會已經陷入了 關於這部電影的評論 已經衝擊整個文化界和思想界 無論在美國的電影評論 或香港的電影評論 都是把這部電影捧到很高 甚至乎那些影評都是要大家一定要去看的 甚至乎有些外國的電影院 把這部電影視得為之高到一個地步 特意出一張宣告貼在電影門口 叫大家一定要用心去看這部電影的每一個鏡頭 到底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這部電影是 可能我首先不會太說它的內容 應該是要說回這個現象 因為很奇怪地 這部電影已經成為了很多人的一個對象 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看回很多黎曼在現在社會的一些評論 通常都是歸納為兩種的一個說法 一就是 甚至乎有一個影評的標題就是 即使看不懂也不要緊 即使看不懂也不懂的意思 其實就是 另一種評論就是 另一種評論就是 不單止要看一次 還要看很多次 甚至乎很多人都已經很慷慨地 打算一看再看 而回到第一個評論 他最主要是說 即使我不懂也不懂的意思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還有某一些評論也是這樣說 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帶不同的詮釋去看這部電影 而 每一種詮釋都不要緊要 只要你找到自己的詮釋方法 就可以了 其實 其實呢 講回這個現象 單獨去看其實都幾古怪 因為 如果你說這個是一個電影的評論 其實是一個不合格的評論 它只可能是一個不需要寫出來的前提 因為從來你寫英評都是要講出自己的評論 而這個評論的出發點正正就是剛才所說的前提本身 根本就是不需要再寫 奇怪了 為什麼那些影評人或其他觀眾要再抽一次時間 去把這個前提 替補了作為這部電影評論的內容 即使這個前提等於這部電影的內容 首先它已經保護了自己和其他的評擊 因為它和這部電影的關係已經放置了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空間 即是任何人的評論都不要緊要 因為這個是它的事根本就不關我的事 我喜歡這部電影就是這樣解 而另一方面 但它是不是真的喜歡這部電影 因為它說不出 但其實 它對於這部電影的關係 就進入了一種類似於無意識的狀態 根本不知為何自己要喜歡這部電影 也不知為何 但沒有辦法 因為它就是喜歡 而且它都度了任何人的評擊 而且如果我們再考究一些去看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它就是 就是將這部電影的內容等於於無 因為它都說不出任何任何東西 甚至說不出任何價值 在他們的心態而言 甚至乎在他們意識的層面而言 其實整部電影的意義等於於空 一種空洞的一個物 而他們是要保持著 正如看第二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要保持著不斷去看 看一次不夠 還要看很多次 不知為何我要看 但可能看第二次的話 就會看到更多的東西 他們要保持著去擁抱虛無本身 其實這正正是很貼切於現代的人的精神面貌 其實在古代而言 不是古代 現代時代的理財 其實都批判過這種現代人的都市病 即是一種虛無主義 其實那些人不斷去看 其實是想將這套戲作為她的欲望對象 永遠地 她要永遠地將這個欲望對象 放置在她欲望的位置上 不斷圈圈 而得到某程度上的所謂快感 因為她明白到如果她真真正正地緊握到 或者可能得到手 對這個對象得到手的話 這樣的話她已經不會再想擁有她 講一個比較通俗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溝到一條Lammo 其實你都知道的了 其實這不是什麼深切的大道理 大家都知道如果溝到一條Lammo 都很想劈開她在耳邊 因為已經覺得她不愛如是 某程度來說 始終她都是有一種想像性的成分 而一種不能被滿足 而去把握電影的現象 可以說是跟精神分析裡面所提出的 一種叫傑斯底里的症狀 官能症狀差不多 永遠都是她會把她的欲望對象 視為一個不能被滿足 她要透過不斷去 自己好像一個大眼光 不斷去吸收她為止 而去滾固這個人作為 這件事作為她的欲望對象的狀態 永遠都是不夠厚的 這套戲非常符合社會的現況 可以說回這個虛無主義 其實這套神級的電影 當然不是一種神級的電影 如果它是神級的電影 其實大家都不用拍電影 而且也很奇怪 如果這套戲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其實現在人們捧到它 成為史上第一電影 最佳電影 其實這套電影已經可以 將其他所有電影 可以放在堆填區裡 只有這套戲可以稱之為一種真正的電影 它是特意電影的本質 其實這套戲的內容 沒有什麼要說 但就是因為這套戲的內容表達的 所謂的虛空意義 就是可以很符合到現在所有人類的精神面貌 所以大家都對這套戲是視之為一種 一個非常之好的作品 究竟這套戲是說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來說 就是有些人都說過 其實是導演本身的自傳 甚至乎這套戲的編劇 它本身是沒有劇本的 是要透過導演到場那一天拍攝 他要即席去寫一些散亂的文章 去指導演員去拍攝 如果這個限制是真的話 其實這套戲也未至於不值 因為那些演員的演技 都是挺好的 當我們再把這套戲 視之為假的面貌 去看那些演員的演出 你會發覺到是非常之珍切 即是說導演的掌控 演員技巧是挺好的 但除此之外 其實這套戲究竟做過什麼呢 就是講一個家庭的倫理關係 之餘就已經沒有話可說到 其實這套戲的合格電影是怎樣呢 就是它首先正如巴掌所說 其實電影不像巴掌所認為 是一種在現 因為它一定已經添加了很多其他概念和觀念 這個其實我經常都講過 就是當導演拍攝了一些物件 以這些物件變成一種影像之後 透過剪接它已經被附加了很多不同的價值和意義 已經超越了它本身的拍攝物 所以巴掌的在現龍已經是 單單的一句已經被摧毀了 但是這套戲可以這樣說 它的貧乏之處就是 它根本在一大堆的影像的撮合當中 當然它每個的單位都可以 你可以歸類每個影像去不同的單位 譬如它突然間出現宇宙大敗化和恐龍的出現 你可以把它明白到是講述關於宇宙的誕生 甚至乎整套戲的視點就是 將整個宇宙的誕生 再拉落到關於家庭的倫理 就是關於上帝所顯示的生命 而所有生命都誕生於上帝的手之中 而所有生命最終都會結束在上帝的手中 但是說真的 所以其實套戲的意義就是這麼多 但是很奇怪地 很多人都透過這種意象 就是覺得體驗到人的渺小 但其實應該可以這樣說 我們是體驗到導演的自我膨盡度非常大 它是將整個家庭倫理膨脹 那個雲大敘事性非常高 即將整個家庭的重要性 可以追溯到整個宇宙的起源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一個替補的方浪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 其實整套戲它不是單止說 應該這樣說 它其實整套戲沒有說到任何意義 它頂多只能說到生命是怎樣繁衍出來 但是它關於人類生命的意義 它完全是絕口不體 它頂多只能說到家庭倫理的一些問題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這種的頻率 即關於人類生命意義 可能大家可以在一套戲 譬如中國人可以在一套戲裡發覺到 它所提倡的生命意義 就是要家庭倫理 要重視這個家庭 諸如此類 而這種可以這樣說 這種比較微觀的視野 是被導演放置了在所謂的意義本身 已經是否決了很多其他的重要的 即是比家庭倫理更重要的價值 它已經透過這方面是否決了 為何人配合在現在社會的面貌 很多人都很喜歡看這套戲 為何這種導演提倡的立場 可以符合到現在社會的人的層面 就是因為社會已經經歷了一連串 即是現在人類歷史發展到這一點 其實已經是經歷過很多不同的 意識形態的紛爭 以及很多不同的理念已經被 可以這樣說 可以被時間所洗脫了 譬如這個納稅 納稅主義 共產理念 不知如此類的雲大 如果根據法國一個後現代的哲學家 李歐塔所說 就是一種雲大的罪事觀 其實已經是沒有了 所有罪事的邏輯和焦點 已經放置在最微細劃分的當難處 就像這套戲 但這套戲又不是那種 好像李歐塔那種 那麼微細的一個言論 正如剛才所說 根本在導演的眼中 他已經把整個家庭 放置了一個多麼雲大 多麼雲大 即是說 他其實都是一種雲大罪事 但他就是把被空置了的意義 就是把他這種根本沒有任何模 放置在上面 而這個正正是符合到 李歐塔所批判那種現代人的病症 就是去追求虛無 為何說是追求虛無 其實這個可能是來自 不是可能 他是針對康德所說的話 因為康德認為 人對於他的所有對象 始終都是有一個知性的局限 即是說可能 譬如簡單來說 每個人的眼部結構可能不同 所以大家所看到的顏色都是不同 但是 但是 即是說 人是不可以再看到 因為他的眼睛結構的阻限 所以他不可以看到原本的事物 諸如此類 所以 人是 始終都是 在一個 即是人作為一個理性動物 很難走進原本的物本身 是一種危險 所以 他提倡了 人是要 但引力方面 他是有意志上的自由 甚麼是意志的自由 即是說 他可以為自己所定下的律法遵從 因為 很可以去說 如果人是徐波逐流 即是說 他是因為一些 譬如 他可能是因為有某些物質的驅使 即是好像一般的物質 他可能被封鎖 吹過 所以移動 其實這不是一個自由 即是物質上人 雖然 而人的肉體也可以這樣說 是根據這種物理的定律 但人的意志就是自由 因為他可以遵循自己所定下的法律 去執行這些法律 所以他提倡 人一定是要遵循自己的一些道德律令 而忽視了一些其他所謂的內容 其實這件事正正就是類似於追求虛無 即是說 這是一種貧乏的一種病 可以這樣說 就是 很多人都是 到今時今刻 其實這個都是 康德的這種看法都很符合 現在都現代一刻的想法 因為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 很多的雲大的理想 都已經是 不可靠 所以 剩下一些什麼價值呢 就關於一些 一些普通的道德觀 諸如此類 他們就透過 去遵循這些道德觀 去換取一些文化系統裡面的價值 其實追求這些文化系統 這些價值不是說是一種錯誤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時代 如果是純粹地 透過想著追求這些價值而言 而去換取 而不去面對整個社會的狀況的話 其實最終來說 就是 會產生很多問題出來 因為 譬如 你可以看回一部電影 其實也是 它根本就是 最終都是想 遵循聖經所作出的一些法律 以及一些規分 但是它是沒有 你會發覺到整部電影 是沒有出現過任何社會問題 始終都是 由頭到尾 那個視野都集中在家庭裡面 那 那究竟是否這一種 除了說這一種視野 是很合集在家庭裡面 那究竟 那這種視野 究竟是否有一種錯誤成份 其實都有 因為 這個其實都是 如果我們把現代主義的視野 去看回這套戲的話 可能就會產生了 將它平衡一個 劣品的一個評價 因為 其實 其實家庭 諸如此類的東西 都是屬於人的原初狀態 譬如人一出生就會受住家庭的 第一個地方就是家庭 而這些全都是最初級或最初等 甚至屬於自然的範疇 但是 其實人的意識就是一定要去超越 甚至是否定這種最原初或自然的狀態 譬如 大家都不會因為我們原初或自然地就是純相去性交 所以就妄顧法紀去強姦人 其實在一點都可以見解到 只不過是 甚至乎在現代主義來說 或者放回中古時代的視野 很多人都會去追求更遠大的理想 可能是宗教意識 但沒辦法 經歷過 去到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時代 很多人都會把視野放置在他們認為是之前被忽視的一些狹小空間 他們會覺得一些雲大理想 諸如此類 全部都是一種主人性的一些論述 令到人類屈從在裡面作為一種奴隸 所以正正就是我們人類整個社會 是承繼了這一種看法 而剛剛這套戲極之貧乏到這個地步 所以兩個關係就形成了出來變成一種契合 令到很多人對這套戲覺得是一個神作著處 還要看十多萬次 所以我個人來說 這套戲也是極之 除了演技之外 其實其他部分都是 空洞之為之空洞 其實很多影評都說得很對 因為不是說他說得很對 只是說他那個初步的了解都很對 其實這套戲就真的 沒有怎樣說到任何事 這套就是生命說 大家如果覺得有時間 有兩小時的空洞 大家去感受一下 因為其實都有一個得著 你可以透過人生虛耗了的兩小時 可以明白到其實我們人的所追求 是不是好像套戲所表達的那種虛無 而是要去追求一些 這件事以外的其他事物 所以大家可以去接受挑戰 其實這套戲也挺恐怖 因為大家可以見識到什麼叫虛無 今天時間差不多 歡迎大家再看下一集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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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Read